feature 这个字我们看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落在fea我们念成fe的音 ture我们念成ture 中音节在第一个音节这个字我们念成feature feature feature这个字在这边可以当作急物 也可以当作不急物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以什么什么为特色 或者是作为什么什么的重要部分 重要特色 那我们看英文解释 to include someth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something include就把它包含进来 把它某一件事情包含进来 把它当成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就是以什么什么为特色 或者呢它在里头呢是to be an important part 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某一件事情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 以什么为特色作为什么的重要部分 英文就念成feature 但是呢feature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所谓的动词之外 其实它还有一个蛮常见的用法 就是在feature通常都是以复数型 复数型呢来那个呈现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谓的面貌 或者是容貌 那为什么要加复数呢 因为我们一个人的形成 一个人的面貌跟容貌 包含了我们的眼睛 鼻子耳朵 嘴巴 还有我们的那个眉毛 对不对 所以它的那个五官是很多的 所以通常会以s 以复数型来呈现的 这时候当作名词叫做面貌 或者是容貌 好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the importance of a healthy diet is featured in this book the importance of something 就是什么的重要性 of a healthy diet 重要的健康的饮食 is featured 好被视为是一个重要性 被作为是一个特色 那表示呢 这就是这本书的重点之所在 也就是这本书呢 所强调的in this bo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 例句当作不及有动词的用法 the pop singer recently featured in a big budget movie 他说的这个流行歌手 pop singer recently 最近feature 注意哦 这时候当作不及有动词哦 表示在这件事里头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什么事情里头呢 in a big budget 好 big是大的 budget是预算 一部很 有一部很 有一个很大的预算的电影 表示呢 它的巨额的 它那个 这个是出资好几十亿的 所拍成的电影的 它在里头呢 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呢 它在里头呢 是由演出 当作所谓的 领先主演的主角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feature 在这边呢 它当作不及有动词的用法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feature 以什么什么为特色 作为什么什么的重要部分 或者是特色 为了 偈